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香港人說食物其實是追求健康 不一定是香港人的 其實這個世界也有很多人 會追求健康飲食 當然啦 尤其是近十年八載 多了很多人就說 我們不吃肉的 少吃分 有人就說我們長期持素 有些人說食素健康 有些什麼不舒服 有人就說吃素吧 是不是真的健康呢? 原來有報告指出 食素都會生癌症 你不要想著食素不會生癌症 都會的 有人就說不是吧? 我們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為什麼食素都會生癌症? 順便也可以和大家說 是不是關乎菜問題 例如菜是農藥 生果有農藥 吃得多會中毒 會不會是這樣的? 應該怎樣洗? 好了 是不是浸 浸就行了? 原來未必是 所以我們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不要一定是說食肉 有些人是食肉獸 我都知道 又說得很棒 但有時候我自己覺得 你滑胃不舒服才去吃素 未必是好事 反而有時候 身體 你要讓它排清毒素 身體 有時候就斷食 有些人用斷食這個方法 可能你讓身體消化 就是處理一下 因為你吃了東西 你身體要用血 用血氣去供應到胃裡 去幫你 其實它不一直在燃燃 去幫你消化食物 加上身體內有些垃圾 你長期積聚吃這麼多東西 身體不夠時間去排出 日積月累 身體就會出現很多負累 所以有時候大家會覺得很累 很黏 就是可能吃了 真的吃了 所以有時候 可能你斷食一天 不用一天 或者不用隔天 你偶爾做斷食 這種習慣 令到自己的身體 把毒素排清出來 都不錯 有時候 頭腦更清醒 接下來跟大家看看 有些人說 鬼關乎吃肉吃得多 吃肉吃得多 就會有病 有很多人說 對 例如大腸癌 吃得多 好吧 我去吃素 如果跟你說 吃素都會生癌症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想 不是吧 這樣的人 吃什麼 為什麼吃素更容易生癌症呢 我們跟大家看看 在飲食習慣方面 我們需要注意一下 說到吃素 其實不一定是 代表健康 又或者不一定是 最健康 看你用什麼來比 等同 有人說 你吃這些東西 一定健康 但有人說 你要看看 別人的報告 是拿什麼去比較 基於什麼 做一個比較 去講出健康的數字 當然 原來吃素 會有機會增加患癌的風險 有醫生說 素食飲食 絕非健康 也不能保證 不會生癌症 究竟吃了什麼 會導致你 會增加一些生癌症的風險 和生什麼癌症呢 我們現在跟大家看看 有位醫生 他自己在網上分享 曾經有一位 長期吃素的癌症病人 向他查詢 為什麼他吃素之後 沒有讓身體健康 這位醫生解釋 雖然素食者 多吃生果 水果 全穀類的這些物質 合有 抗氧化物質 維他命 和抗物質 你就這樣聽 對身體一定有益 但是 醫生就說 原來素食者 往往會忽略其他壞處 例如 吸收過多的碳水化合物 素食者 導致營養不平衡 有些人 以為吃素就很健康 所以不做運動 所以對身體的健康 出現不良影響 又出現這個 做運動 沒錯 你真的要做運動 你不要以為吃素 就不需要做運動 吃素哪有脂肪 你有吃飯的 有很多吃素的朋友 有時候你去餐廳吃素 通常你不會真的吃素 會做多一碗白飯 有時候為了有些人 怕吃不飽 就吃大碗一點 其實我們都說過了 炭水化合物 或者這些有精煉過的白米 它裡面有很高的糖分 在裡面 而說生癌症 炎症 都是這些主要原因 你以為 那些能量 吃了身體 你吃菜也有能量 吃菜也有能量 多了的能量 到最後會怎樣 其實都會演變成為脂肪 你等同 牛不會肥嗎 牛也會肥 牛吃齋了吧 你看看動物就知道了 吃素的動物 他沒有肥膏嗎 一樣有 所以 鱷鱷 他們夠吃的 也是吃素的 鮮人長 他們身體的結構 都會轉成為脂肪 陀鋒 裡面 一到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分解脂肪 提供營養給身體 所以其實人體的結構很有趣 你吸收了什麼下去 他都會給你儲起來 總之有多 所以你要減肥 其中一件事是 你要動 你不動 等同 你車子不停進油 你都不走 你不用那麼多油 油光長期都會打爆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吃多少 輸出多少 輸出多了 那就減肥了 醫生就說 原來有三類蔬菜 是很容易破壞你的身體健康 你不要以為整期吃菜 就有益 好了 我們看看有什麼蔬菜 會破壞我們的健康 第一件事 就是一些高脂肪的蔬菜 何謂高脂肪的蔬菜 一人想 脂肪 蔬菜 很難說得等好的 其實蔬菜有很多種 或者叫素菜 都有很多 例如 有些叫堅果 有些是種子 植物油 牛油果 這些都是屬於高脂肪的蔬菜 雖然說到這種食物 我剛才所說的 可能是堅果類 堅果有油 裡面含有的是不飽和脂肪 對心血管是有益健康 但是 少吃多滋味 多吃都是會壞肚皮的 你吃得多 除了有些人說是熱氣之外 會令到你的身體有多元的能量 多元能量就會轉化成脂肪 就存在你的身體裡面 其實某程度上是一樣的 你有脂肪 就出現了問題 可能是脂肪肝 身體發炎等等 更加都會出現了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你不要以為吃素 是不會有這些問題 等同有些煮素的地方 即是煮齋的地方 有時候我去過 去吃齋 我相信現在的煮素的質素是好很多 我小時候跟家人去吃齋 我爸爸最喜歡做了一件事 他說吃這些齋有益 說笑而已 我說不要啦 那時候參觀的不知什麼都在恨團 又是那些大廟大型的佛寺參觀 人家一餐下午吃 他一直說 你看看 這些食物 吃完 都不放健康 我說是齋 然後他輕輕 放在一張碟 然後拿一張紙巾 放在油裡 他說 你看看 油夠你煮多兩餐 這樣也很健康 所以 有時候 我感覺上 很柔軟軟的 其實這麼柔軟軟 對你的心血管也不太好 但是現在其實某程度上面很多地方 我看到他們的主宰 那個質素 無論內地也好 香港也好 都普遍好很多 真的 不會很濃味 又不會很油膩 吃起來是舒服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高鹽份的蔬菜 什麼叫高鹽份的蔬菜呢? 尤其是 尤其是 有些人喜歡吃韓國的泡菜 泡菜 泡菜 吃得多的 不是太有益 有些人就說 其實除了 這些叫做 醃菜 其實本身 那些什麼梅菜 那些都不太吃得多 因為始終 裡面一定是較高鹽份 和阿燒酸鹽 這樣也說 攝取過多鹽份 會導致你高血壓 腎病 不用考慮 血管一定有疾病 對不對 阿燒酸鹽 更加是致癌物質 長期吃得多 會增加你胃癌 和膀胱癌的風險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吃這些東西 我想要一些味道 有時候很喜歡的 梅菜蒸鰻魚 梅菜蒸豬肉 有些人不是說食素 加醃菜 經常都說 醃菜吃得多 都是沒有益 好 有些人說 純食素 我就不放太多肉 想吃這些 椰子 或醃蘿蔔 其實某程度上 吃得多也未必有益 所以告訴你 大家不要想著 它有個菜 或者生果 感覺上健康 自喜喜人 好 第三樣 就是高熱量的蔬菜 如何是高熱量的蔬菜 其實高熱量的食物 通常是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有脂肪的食物 還有很多脂肪 例如糖 糖 高點 這些就是高熱量的食物 吃糖 吃蛋糕 炸薯條 炸地瓜 炸物 炸物 都是高熱量的食物 吃得多會導致你肥 肥肥 體重增加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生癌症 等等這些風險提高 所以 你不要以為 我拿些植物油 炸地瓜 炸薯條 炸什麼 炸什麼 可能天婦爐 類似 炸蔬菜 你不要想著 這樣就代表健康 可能在你的飲食當中 你加點鹽 加點糖 導致你身體的健康都會響起警號 可能更危險 比你平常吃雜 或者可能有些軍人是飲食的 他不是只吃齋的 但是他可能很注重 小鹽小油小糖 反而人家可能更健康 所以 醫生就覺得 素食者 通常有一個很共通點 就是體重超標的問題 大多數 癌症 和體重過高都是有直接關係的 他說 如果肥伴者 患上乳癌 機會率是非肥伴者的1.5倍 患上子宮內膜癌的機會率 是非肥伴者的2-4倍 患上胃癌的機會率是非肥伴者的2倍 患上食肚癌的機會率是非肥伴者的2倍 而說到 患上腎臟癌的機會率是非肥伴者的2-4倍 所以 減肥是不是很重要呢 是的 所以 吃素 你不要以為吃素不會肥 吃素都會肥的 最重要的是 剛才我們說了 做什麼 做運動 所以做得運動 你不要喪做 有適量的運動 我們都市人 最大一個弊病是什麼 之前有說過 坐得多 教你的 坐得多你要動一下 知不知道 按一下腳也好 真的 因為你對你的身體是會有幫助 你的血 長期積坐在下面 還有醫學報告說過 你按腳 教過那種按腳模式 真的可以搖到整個地震 對你的小腿等同一個運動量 消耗Energy都有在裡面 對於你的身體其實也有一個健康的幫助 另外 根據歐洲心臟學會的顯示 腹部肥胖是心臟病的高危因素 那為什麼肚子肥 是Baby fat 不是 做運動 坐得多 這件事 所以建議大家 你想吃素 又吃得健康 又吃得長壽 其實我覺得無論你吃什麼都好 你都要做這些運動 而說到飲食方面 你不要以為只吃菜就沒問題 因為有人會覺得 你洗菜洗得不乾淨 隨時 吃了農藥落肚 又是一命烏敷 有人會覺得 怎樣去洗菜才好呢 講開這個話題 用水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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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 對著食物就可以了 所以我 если你去洗菜才會去除農藥 最有效 有三個 有些是特意買一瓶洗菜水 我那時候見過 外面有一瓶水是給你洗蔬菜用的 但如果正常情況有三種方法 浸鹽水 不斷用水游水 還是用熱水綠菜呢 就這樣看這三種菜是否真的 這三種方式一定是OK的 因為說到你吃素的人一定是最接觸蔬菜多 如果不正確洗蔬菜的話 你自己做的隨時真的中毒 好了 說到原來 大家想著有時候浸些瓜浸些菜 你打算用這個清水去浸這種方法 說到你不要以為浸得久就越好 原來浸5至10分鐘就夠了 因為尤其是夏天 氣溫特別高 微生物容易在蔬菜和水表面滋生 而說到水中 因為你浸著蔬菜可能含有農藥 你長時間浸菜 反而會令到農藥和細菌 會重返入蔬菜裡面 而說到長時間浸著蔬菜 水溶性的維他命也會融在水中 導致營養流失 所以換句話說 我告訴你不要浸太久了 好了 如果我放些鹽下去會不會好一點呢 水的確是可以加快農藥融在水中 亦可以輕微殺菌去除農藥的殘骸 鹽水阻礙滋溶性農藥融解 所以說到 你如果拿鹽水浸 就不如你拿水啤走 因為你鹽水有機會阻礙農藥分解 有些人就說 我放些梳打粉 小梳打 加上醋 會不會好一點呢 說到原來不好 最好就是拿水啤 不停啤 如果我用熱水浸就行不行 好老實 你如果用熱水浸 不如你直接放下去 不要玩 對吧 其實這些菜錄得久 其實都不好 有人就教我小貼士 就說你想錄些菜 怎樣可以 怕有時候錄過了火 會變成黃黃的 賣相不好 一人就教 放少許糖 你煲起了水 我錄菜 我就不放糖 不放鹽不放油 白灼 我真的白灼 有人可能說 那最後是不是臨時油 不淋 麻油也不淋 我是這樣的 綠菜油 真的白灼 但有些人為了賣相好一點 就會放少許糖 怎樣放少許糖 就是你煲起了一班滾水 你就不要放菜 放少許糖 然後再放些菜 那些菜 一錄下去就會特別綠 這個就是純粹賣觀感 糖吃得多都沒有益 這件事也可以教給大家 不要以為 以為吃酥有益 分分鐘連洗菜的方法都未必 知道是誰最正確 病從口入 這件事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 今集想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